老大,每一次到这个快结束的时候,总有一位新的学员马上就要走,对吧?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,千里达长坟,没有不散的宴席,你明白吗? 所以在中国,他们说:"Whatever the banquet,how big,always there is over time." 所以今天,你翻译吗? 所以你在这里方学习将近两个月,虽然只学习散打,勤打,格斗这方面的技巧,但是作为少林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所以我希望你还是能好好地去试试。 从其他的方面,多学习,这样能够帮助你去理解和提高。 虽然我只学了一小时,我讨厌三大、琴那、郭德,这也是一部分的社交文化社会, 他希望那会帮我进行的研究,然后我会继续地练习。 所以说,虽然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内,从我们这个角度呢,也是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方便和帮助一下, 能够完成你的博士论门 所以虽然这个短暂的时间 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方向的开始 以后我们肯定会有更多的合作 包括很多方面 我们都会进一步的去变语 也希望你把我们这个地方作为你的家 随时欢迎金堂给他看 免费 免费 这是一个简单的结业证 虽然没写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写满了你的记忆 谢谢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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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呢 这也是师傅 这就是关于琴达格斗 可能会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好好好 琴达格斗的书 我们师傅写的 这个本是师傅军写的他的出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他放在这有一部分 然后他把少林做为一个侄女 记录了一段 然后你可以简单的看一看 哇 很好 很好 少林侄女 你又想说什么 和他谈论 我要说 就是我第二次来少林是第一次 不太好玩 所以这一次我真的高兴认识你们 就是 这里 对不起 这里有很多好朋友 很多小弟弟 你们是跟我家庭一样 我很希望跟你们一起练 跟你们一起练 幸福 非常非常谢谢你帮我减肥 练习力量 练习三大 什么都 一浪 今天我们一起练功了 很好 谢谢你 非常谢谢你们 对 我一定要回来 我现在回上海写考试 然后我开始学习我的博士 写我的文章 或者是文章 所以我打算明年 明年夏天回来 所以 我希望你们 你们提高 你们的水平提高 你比较壮 我回来的时候 对 我打算明年回来 对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来 还是小鸽子站前面 快点 你就负责先拍照 你这小鸽子站到前面一盘 大鸽子站到后面一盘 两排帽 应该大鸽子蹲着 小鸽子站着 不然你看到 那就是说